AI的这些股票 股价下跌之后 买盘进去逢低承接 那事实上在6月份 传出新的一波 晶片经典的时候 那比较股价这一次 还是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包括你看台湾的供应链 伟创啦 技嘉啦 广达啦 股价上涨上涨 拼命的上涨创新高 现在A安涨不停 老师我们到底是要直接进场 还是要再观望呢 我直接先说结论 探索下一站 财富不间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财富领航者 贝拉 最近AI的产业再次颠货 看着一去不复返的 AI概念股屡创新高 却不知道到底该不该上车吗 今天的节目会告诉你 AI题材过热 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进场呢 AI概念股涨翻天 下一个AI大标股又会是谁 想要了解的观众朋友们 麻烦你帮我们按赞订阅 并且分享出去喔 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知识分析师刘彦良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AI涨不停 老师我们到底是要直接进场 还是要再观望呢 我直接先说结论 大家都想直接听结论嘛 AI只要有回档修正 就是非常好的进场时机 为什么呢 因为AI是个长线多头题材 这一点应该没有人会反驳吧 那既然它是长线多头 现在找上去了 未来难道不会继续涨吗 况且以AI现在的态势来看 股价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就算之前美国的晶片净利嘛 限制了NVIDIA 回答出口AI晶片到中国 那市场对于这些高端晶片 产生了货卖不出去的一些疑虑 那其实我们看到什么 AI的这些股票 股价下跌之后 就买盘进去逢低承接 说明这样的利空消息 对于许多投资人来说 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敢跌下来 我就敢买 真的 这就是我们常听到巴菲特的名言 别人恐惧我贪婪对不对 没错巴爷的名言嘛 那其实我们从实物面上看到的是 我认为晶片禁令 它只是政治角力的一个措施 我问你啦 美国会想要放弃赚人民币的机会吗 一定不行 不可能嘛 大家都想要赚钱嘛 对 所以在去年禁止出口 挥达的一个A100 还有H100的晶片 到中国的时候 美国还给了NVIDIA 一年的缓冲期啊 这一年可以干嘛 少货啊 你如果知道一年之后可能买不到 我当然是先少货嘛 那所以你顺便给了NVIDIA准备时间 准备什么 既然这个规格会受限制 那我降低规格 避开你可以吧 所以他推出了降低性能版的A800晶片 避开了晶片的规格限制 再卖给中国 所以你回头去看 晶片禁令实施之后 对NVIDIA的出口总和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那事实上在6月份传出新的一波 晶片禁令的时候 NVIDIA股价这一次 还是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啊 包括你看台湾的供应链 伪创啦 技嘉啦 广达啦 股价上涨上涨 拼命的上涨创新高啊 外资呢 也纷纷的上修 它的EPS的估值 以调高未来的目标价 所以从产业的前景角度来看 其实短线上这些AI股票 的确大涨了一段 是有一些还涨超过了外资的目标价 但只要市场人气不退 后面又有新的利多 像是他们的财报啊 或财测啊 又是市场预期等等 股价其实都还有在向上空间 可以值得期待喔 讲到这个股价外资的目标价 大家应该都知道 最近大摩外资他认错了 一口气就调高台湾 AI供应链的目标价 其中最被低估的就是伪创 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就从三字头涨到变成三位数 这种涨幅就好像是 几年前的海韵股一样 不免的会让我们担心 是不是传来的快 去的也快 AI到底还可以红多久 其实大摩这篇研究报告啦 我有拿到 那我通常不是很Care外资 上面写的目标价 因为目标价这种东西 随时可以出一份新的报告嘛 我今天出一份 下礼拜出一份 再下礼拜出一份 不停调到目标价就好啦 所以我比较关心的 反倒是大摩对AI产业前景的看法 我认为他指出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现在的AI 还在十年大循环的初期阶段而已 还是小宝宝啦 那这个依据是跟参考 过去网路世代循环周期 所以我认为算是 蛮有参考价值的一个指标 要知道网路和AI 这种属于高科技的领域 它海运不一样 是资本市场最爱的议题热点 也就是同时满足科技感 未来想象空间 还有解决当今社会问题 这三个条件 那这些都是海运所欠缺的前景 说真的海运当时会大涨 真的是因为疫情影响了供需结构 可是疫情会过去嘛 所以它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所造成的结果 因此大家其实不用担心 AI会像海运那样快速的沉船 再加上美国的通膨率CPI 从去年的高点到现在 持续的回落都掉3%了 已经比基准利率5%还要低了 所以消费者在满足 像柴米油盐这样注查 这些民生的必需品需求之后 手上开始有多的钱 可以开始消费一些电子的产品 到时候会促进更多业者导入AI 推出更先进的产品 这样酸从利多之下 我认为无论是短中长期 AI概念股的股价和基本面 都还有机会再创新高 可是像是伪创、广达 这些股票全部都已经涨到飞上天了 我们到底还有哪一些股票可以关注呢? 其实这部分我找到一些还没有反应的股票了 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还没有反应是指相对 广达、伪创这种涨2倍、3倍、4倍的 甚至是更多的股票 不是说它完全没有涨 毕竟现在的大环境力多之下 要完全没有涨到是不太可能的 像最近指数来讲都突破前高了 那么首先要分享给大家的是 3706的神达控股 那它是神达电脑在2013年的时候 因为公司业务规模比较扩大 所以决定用换股的方式 把一些子公司整并起来 改用控股的方式来做经营 目前集团里面大概切分成三家子公司 分别是神达电脑、神云科技以及神达数位 主要受惠于AI的 就是来自于神云科技以及神达数位 那本身神云科技提供的是白牌伺服器 占了第一季神达控股整体营收的将近八成 那它也是全球前六大的伺服器代工厂 其中它一个最重要的客户叫做浪潮 这大陆的重要伺服器厂商 这间公司不要小看它 已经是全球前三大的伺服器厂 那么占它主机版的出货比重高达将近62% 那么根据ID系统计 浪潮带AI伺服器的市占率超过两成 已经是全球第一楼 那整个伺服器的部分 市占率也排到全球第二 可以说神达在AI领域 已经掌握住龙头厂商最重要的骨干了 回顾最近的股价表现 早在五月底黄仁勋来台的时候 以神达股价开始赚强 等到最近七月中苏之锋接棒反台的时候 神达股价更是用直接持续喷出来形容 那随着AMD加入战场 两强相争势必引发一场价格战 到时候很多企业都需要AI伺服器 因此白牌伺服器这部分的业务 有机会持续的扩大 刚刚老师提到 神达受惠与AI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神云科技的白牌伺服器 那另外一间老师说了 神达数位又是做什么的呢? 那神达数位主要业务是车用跟智慧物联 包括像是智能车载、直通讯、智慧交通、智能工业 和智慧物联等四大应用 它也是同样搭上AI的浪潮 属于AI普及率拉高之后 有机会被大量采用的软体 那么从这些面向来看的话 目前神云科技加上神达数位 已经占了神达营收超过九成了 所以神达算起来是一档非常非常纯的AI概念股 那相较于其他的伺服器概念股 什么技嘉、伪创 本益比都超过三十倍 今年其实外资估神达可以赚六块 股价算起来的话 本益比不到十倍超便宜啊 所以我认为未来非常有机会落后补涨 真的 这个感觉是非常值得关注一堂股票 刚刚老师已经帮我们分享了 一档相对便宜的AI伺服器概念股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做好比自己了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并且分享出去喔 我们频道还会帮各位介绍 更多优质的好股票给观众朋友们喔 话说回来从这波AI热潮当中 我自己也有发现一个重点喔 就是有很多的伺服器代工厂或者是供应链 他们早期是做这个笔电代工起家的 所以是不是只要从这个角度切入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受惠AI的好股票呢? 完全没有错 我认为Bella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key point 赶快把这期节目按赞按起来 同时在下方留言给Bella加油打气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美丽主持人的努力 给她一些正能量 好 那为什么说Bella看到的这个点很重要? 因为这些代工厂本身就已经长年累月 累积了很多的代工大量生产的技术 而且和客户的关系都维持得相当的好 所以一旦伺服器业者有代工需求的话 自然就会找上这些大厂 那我这边就再分享一间所谓代工厂商的公司 2356的银叶达给大家知道 那么银叶达早期也是专门代工笔电的 后来短型开始做伺服器和智能设备 那么从她提供的这张表里面可以看到 目前银叶达 电脑及伺服器这块的占营收比重 已经高达91% 所以她有吃到AI相关的红利 只不过她的股价涨幅比同业落后而已 可是为什么银叶达她的涨幅会不如同业? 后面有没有机会可以落后补涨?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观点来讨论 第一个是 本身银叶达在整体伺服器产品里面 AI伺服器出货占比只有5% 这部分有点少 只不过今年可以进步到10% 明年应该还有继续有双位数以上成长 其实这个数据跟广达占5成 这个相比好像是有点差了一大截 所以当然要看银叶达本身在这一块AI伺服器 可不可以持续扩大业务的营收比重 不过我们用5月份到现在 近两个多月的涨幅来看 其实广达涨了1.44倍 伪创涨了2.12倍 反观应业达只涨了1.14倍 这是涨最少的 那市场资金通常来讲的话 它会导寻相对比较低档的股票 就是说未接的问题 所以在衡量这个条件之下 我认为资金的确有可能转向 涨幅较少应业达 而且本身公司也讲了 今年首季的营运已经是全年的谷底了 第二季向上 营收气增率来到将近9% 下半年是标准的旺季效应 它的营运可以忌忌的往上推升 会持续的向上走 所以最近也开始受到资金的追捧了 并且它近期除息当天是秒停息 那么随着AI与5G的普及 日能终端设备的使用者也会越来越多 预估未来的2-3年 它旗下的包括车用、医疗、5G 这些领域的营收 每年的成长率都有机会翻倍做成长 因此无论是从机器 或是以这些公司营运的前景来看 我认为都值得大家持续关注喔 今天老师帮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 AI热潮股票 感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最后想请问观众朋友们 你最看好哪一档股票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说 未来节目还会介绍更多 关于投资理财相关的产业资讯 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探索下一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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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